生肖蛇的人,聪颖干练,思维敏捷,洞察力强,属相属蛇的人的命运功力,一直有凶煞作怪,进而造成生活有一些不舒服,求财一直非常的不如意。 最近生肖蛇的人,总体运势发生了更改,得财神进到家门口,工作方面拥有贵人相助帮扶。 工作发展趋势圆满,连日来多福,职场中如期完成提升,开启新的局势。 属蛇的人,不但聪慧,更有魄力,一切是只要他们信心做下来的,就必然不到黄河心不死,尽管错过机会,与财气擦肩而过。 但属蛇人最近财气更优,求财吉祥如意,顺风顺水,最近进仗不断,开始从困难户变为富人,衣食住行已不苦,也已不难。 属相蛇,聪颖干练,思维敏捷,洞察力强,命功有大财星做命。 他们天生财运颇佳,是大富大贵的命格,他们惹不起,天生命中藏金,大富大贵,越老越有钱。 他们天生自带财气,运势也旺盛,好运气,纷纷自动找上门,往往可以在事业上因为一些贵人而打开财运,富贵可欺,求财有财,就算陷入绝境,也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广博的贵人运得以化险为以。 他们越老越容易发财,且发财的数字也越来越大,财运能一直好到老。 生肖蛇的人很有进取心,他们大脑聪慧善于人际交往,在家知识渊博,喜爱持续挑战和超越自我,本身出色,因此对感情期待值也很高,他们自身并不会有事多少想象。 生肖蛇最近尽管有偏财辅助,可是只有偏财层面的提高,横财一拖再拖无法来临。 实际上,蜀象蛇是深得财神爷垂青的人,他们风采暴增,贵人相助入运,可能为蜀蛇的朋友带来财气提高,横财有钱赚的机遇,圆满提高储蓄的总数,带着亲人一起赚钱。 他们运势转好,财气爆满,变成财神选定的人,挣钱的趋势锐不可挡。 蜀蛇人在事业中也是前景一片大好,心想事成,胜之夹心。 蜀蛇人2023年本命入驻财博宫,受此好运,届时运势上将会得到回转,横财不请自来,家境优渥生活幸福,迎来有钱随便花的日子。 生肖蛇有幸得到贵人的指点,在事业上顺风顺水,生意更是红红火火,最近他们的运势不断上涨,事业逐渐回升,只要蜀蛇的人啃动脑筋,把握机遇,就必定能够赚得盆波满载,求财易得,巨财无数。 蜀蛇人2023年整体运势,2023年是龟毛兔年,对于蜀蛇人来说,过去一年经历了行太岁的阻碍,这一年会迎来更多机会,运势开始慢慢上升。 当然,并非过了行太岁的年份,突年就会迎来绝对的好运,这一年总的来说有喜有忧,获福相依。 2023年蜀蛇人会得到极星的庇佑,对于蜀蛇人而言财运和事业运势会发展的较为顺利,在大方向上趋于平稳,但同时也会受到诸多凶星的困扰,整体运势并不理想,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波动。 尤其在孤沉,凶星负面影响之下,容易使蜀蛇人变得偏激,情绪激动,会因为言行过于极端而惹怒他人,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有口角纷争,夫妻或者情侣容易闹别扭。 健康方面 本年度要警惕飞来横祸,有意外受伤的情况出现,不可不防。 那么生蜀蛇如何做能抓住成功机遇?老师为你说一说,请你要牢记,俗话说,机遇就是财富,要想成功,机遇一定要牢牢把握,而成功的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,只有充足的准备才能抓住机遇,获得成功。 生蜀蛇的人想要发财,一定要涉足冷门产业,属蛇的人对新事物有特殊的敏锐嗅觉。 办事谨慎冷静,有能力计算出个行业的成功几率,若愿意涉足特殊的冷门行业,可以从中开辟属于自己的事业坦途。 不要怕苦,也不要怕难,就像蛇类一样,一定是独来独往,不往人多的地方挤,才能静静地吃成一条大蛇,那么如果是打工的朋友呢,生蜀蛇如何才能升职加薪? 其实,现今社会职场竞争寓意激烈,如果不能掌握多方面能力,补足自己薄弱的方面,那升职加薪只会离你越来越远。 那生肖蛇的薄弱点在哪?要如何才能升职加薪? 其实与自己创业一样,除了选择冷门偏门的产业领域之外,还有一样能力,也是适合鼠蛇人好好锻炼的,那就是谈判能力。 谈判能力好坏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做大事的资质。 对于一直想高升又善于交际的生肖蛇来说,在此项能力如若表现卓越, 为公司谈下大笔订单的话,那你的好日子绝对是值日可待了。 除了以上提到的能力,想要快速升职加薪,还需要掌握哪些? 老师在这里也提醒生肖蛇的朋友,生肖蛇事业上的拦路虎是什么? 如果你观察大自然,你就会发现,如果蛇类被人类或动物发现的话,通常是死路一条, 当蛇类盯上猎物时,它们会静悄悄地接近猎物,通常只有蛇发现猎物,而猎物是不会发现蛇的。 为了饱餐一顿,蛇可以待在猎物身边一动不动地观察很久,就为了一击必杀生肖蛇的朋友,想要发财必须冷静且耐心。 如果你的事业总是停滞不前,后辈都比你发展要好,你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,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你事业的发展? 老师来为你揭秘生肖蛇事业上的拦路虎是什么? 希望大家都能事业顺利,春风得意。 除了冷静等待的必备能力之外,当时即成熟之后,生肖蛇不可以犹豫,必须立即发起攻击。 生肖蛇的人由于冷血的关系,个性通常爱犹豫。 优柔寡断的性格不是好事情,难以充分抓住稍纵即逝的好时机,更容易在做决定的时候左思右想,拿不定主意,事业方面提升空间,自然很小。 如果你身边有生肖蛇的朋友,请帮他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给他信心,但你身边如果有生肖蛇的同事,在职场上你也千万不要惹到生肖蛇,惹到他们一定不好过。 其实有些人看上去很老实,好像什么都能逆来顺受的样子,殊不知一旦你招惹到他,却并不是能让你捏扁搓远,而是令你不好过。 生肖蛇个性大致来说,属蛇的人属八面玲珑的人,看起来是老实人的样子,但其实他们都是伪装高手。 像大自然的蛇一样,不过这并非他们的本意,只是如果不这样的话,他们会找不到吃的。 生肖蛇的人他们笑里藏刀的样子,如果被你识破的话,真的是超级甚人的,因此不要以为骂他们不还口打他们不还手就是好欺负,生肖蛇的人他们比较记仇,只有实力强大之后,并且找对时机时,才会老丈心丈一起算。 因此,与人相处还是以何为贵,不要随便招惹他人。 以上生肖蛇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